好,接著我們請劉士方委員發言 請各部位,等一下上台就不用再敬禮了 我來請一下司法院的副秘書長 還有法務部跟內政部 好,請法務部、內政部、司法院 副秘書長,您在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從103年到107年,其實我們的這個酒駕的判決有罪人數已經逐年遞檢 然後也提到說法院對於酒駕致死傷案已有從中良刑的趨勢 那既然我們現有的法律裡面已經講到說遞檢人數還有加上從中良刑的話 為什麼在你的結論裡面特別提到說 我們仍然同意這個酒駕犯罪的刑責裁糧 要有更積極的作為或加重良刑 表示說現在的法律不足以遏止我們大家所知道的酒駕 這樣子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嘛對不對 報告委員,我們的結論會這樣顯示 想我們要提供給法官更精緻的一些良心的參考 所以我要跟你講的部分就在這邊 其實我們的法律在那個地方 你知道一個酒駕案件發生之後到最後判刑確定 到定驗的時候距離多久的時間了 這個還要去統計一下相關的數據 我的意思是說造勢的當下的時候其實才是我們要處罰的重點 而不是事後譬如說你的傷要那個剛剛法務部有特別提到說變成是殺人罪 等等這些我要探討的就在這個地方了 我想問一下法務部還有內政部 兩位部長跟次長有沒有喝酒 我已經很久大概20年不喝酒了 20年不喝酒 你曾經有喝過酒嗎 20年前 酒醉以後麻辣麻辣的感覺你知道嗎 知道啦 那你知不知道如果喝酒喝太多甚至有些是吸毒啦 導致心智喪失的這個狀況之下 譬如說酒駕的那個呼氣酒精濃度過高嘛 然後已經沒有辦法開車門 但是這些人勉強又把車門打開 又可以把鑰匙插進去 然後開車 然後造成這個造勢的部分的話 這些人在當下他有人權保障嗎 我們可以保障他可以拿到駕照 然後可以開車可以上路 仍然可以看紅綠燈 然後可以安全無遺的回家或者是行走嗎 人權保障當然是在各個方面都會有存在 但是就在這個當下 因為他已經犯罪了嘛 他還沒犯罪啊 不是 他只是喝醉酒 打開車門開始開車而已啊 你是說在先前行為 是啦 外衣是說 是先前行為 那在這一部分時候 就是我們警政署長在 你還沒有測他的酒精濃度之前 都是讓他可以安全上路嘛 從外觀已經發現說他已經可能 對 所以我們也要求說這些怕車的時候 不要把鑰匙交給他 我們現在開始在 重點就在這個地方嘛 我們開始在處理這個 蔡市長順便請教一下 你有喝酒嗎 可以喔 好 那你也喝到有一定程度的時候 可能講話啦 語言能力啦 都會開始出現狀況嘛 我相信你如果有喝酒的話 你一定不敢開車啦 也不能開車啦 對不對 但是我就要請教各位 其實我們現在的重點 不在於說 刑法要加重他的騎責 而是在 這個人如果喝酒的時候 不管他是在社交或其他的場合 盡量不要讓他可以 開始駕車 所以如果有這種狀況之下 我跟各位提到 世界各國都有加重其刑 不管是傷人或是致死 但是也有人提到 包括說呢 我看到了前曾經在 刑警的司法科的這個組長啊 他們有提到 我們可不可以仿效中國大陸的方式啊 也我們立委提到 酒駕 知道他已經酒駕的話 先關三天 那中國大陸的話 是酒駕先關15天 行為沒有行動的自由 那這樣子有沒有違反 我們的人權的保障 或是說違反交通道路處罰條例 那如果放在這個地上的話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用刑法 我們可能用社會秩序維護法 甚至用交通道路處罰條例 來處理 所以我要就叫三位 法界的高手 不管你是司法院 或者法務部 或是內政務 你的看法怎麼樣 委員就講的我是贊成啊 但是這個要由主管機關 就是因為 我現在在探討 主管機關也包括有立法委員 有立法委員的權責 我要問看你的想法怎麼樣 因為這個牽扯到人身自由 所以一定要法律規定 一定要修法 當然沒問題 所以我剛剛直接把它提升到 是人權嘛 這是人身自由嘛 但是他已經有準備 有預備犯 有可能 會在路上撞到誰 或甚至自己自撞 都有可能嘛 那所以我認為說 可不可以先讓他 撕掉他一部分的行動自由 讓他酒醒了以後 叫他家人來領回嘛 叫他公司的那個 不管是老闆 還是其他的會計小姐 再來領回去 都可以嘛 有沒有可能用這樣的方式啊 否則 否則 坦白講 你已經造勢了 人都受傷啊 甚至都已經是歸西天了 裁判重重量刑 還是要背多少 這個都是對家屬來講 很沉重的負擔 為什麼不在當下的時候 對於酒駕的預備犯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 司法性的探討 因為預備犯就是 會比較 刻意啦 他這個是 不是故意的啦 也都 因為預備犯 如何認定說 他是這個 這個預備行為 那也要有一些 构成要件上 要嚴解一點 构成要件就是他 酒駕然後已經有產生 譬如說 這個當然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當然就沒有問題 好來 那這個但是居域還是要有 我知道這個這個良心的輕重 所以法務部來看一下 好不好 你馬上中國大陸的酒駕是 居留15天嗎 跟委員報告 我非常贊成 但是不宜太久 中國大陸的15天 其實一個人 喝了酒以後 當然是很可惡 不會15天後再酒醒啦 這個大概已經中毒了 15天太久了 太久了 那你覺得要多久 我覺得三天是適合啦 三天是適合 因為其實喝了酒以後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可以非常值得來研議 但是因為這一個是涉及到 道交管理條例的 我知道 一個規定 我們可以叫做保護性的約束嗎 對對我們尊重 這個主管機關交通部的 一個意見 我們非常同意 你認為是放在交通部呢 還是放在社會資訊無誘法 來兩位 內政部或者是交通部 哪一個會比較好 這個其實都可以 不過因為它是涉及到 駕駛的行為 所以放在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可能會比放在社會資訊維護法 會好一點 如果以整個來講的話 你如果是喝一罐米乳 他可能紅頂 市頂 都照相撞過沒問題 但是他要被警察抓到以後 有這個酒精濃度 或者是看他這個狀況以後 然後也許跟社會資訊維護法 還是有相關 社會資訊維護法是比較籠統的 它是屬於一般性的 專門管理處罰條例 就會比較屬於專業的 所以這個因為是屬於酒駕 所以兩位都同意 兩位都同意如果有酒駕 超過一定程度 或者是說警察 交通警察看出來 一定要關三天 是可行性的 因為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5條這一部分 就把它架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喔 這樣比較快喔 現在法務一定會過院 在大院已經在處理了 這樣子齁 您可以提出修正動議 把它放進去裡面 是是是 所以內政部跟法務部都同意說 酒駕用這個保護性約束 社會秩序違法更快 放在道路交通處罰條例更快 這樣就要回去交通委員會了 呵呵呵 我是比較希望說 社會秩序違法到底啦 因為交通部的官員也在 來 交通部來 你看 來 市長 你好 來 感謝委員喔 這一點交通部非常的贊成 那我們上個禮拜剛通過朝野協商嘛 所以相關的條文也送到大院 有包括這個嗎 這個沒有包括 所以如果說委員也提案 你可不可以提出來 把它放上去好不好 嘿 我的意思很簡單 你要喝酒 那你就不要開車 對不對 開車就不喝酒嘛 對 不要說等發生事情的時候 才加重糧行啦 我們的糧行剛剛的報告 其實其他國家還有更嚴格啦 不一定是只有台灣啦 好嗎 對 那如果三個部會都贊成 那司法院也不會反對的話 我建議把它放進去 不管是放在社會秩序違法 或是放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我們都贊成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喔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劉時放委員 接著我們請陳怡傑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